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年前曾经到过马来西亚红发 现在又在乘逢 这可以算是有缘千里能相会 我们从今天开始一年六天 跟大家探讨怎样去应用维希学 开启安乐自在的人生 讲座分为六讲 讲座的目的是希望大家学习佛教维希的道理 把它应用在异常生活里面 让生命活得更幸福更安乐 讲座分为六讲 它的内容是这样的 第一讲 有三个题目 第一 如何去应用维希学与生活里面 我们必须要先认识 维希的中心思想 第二 自己的心是怎么样去运作的 烦恼是怎么产生的 第三 我们每人都要霸食 霸食 心黄 每个食都有它的非常重要的地位 我们要了解霸食 在生活里面是怎么去运作 它的因果关系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是第一讲 第二讲 我们要讲 武会白法 色法 心法 心所法 心不相应行法 无悔法 第三讲 我们就开始应用维希学 怎么去调剂我们的 武变行 心所法 第四讲 是怎么去管理我们的五别境 心所法 第五讲 是培养我们的十一善的心所法 第六讲 我们怎么去解脱二十六烦恼的心所法 去纠正事不定的心所法 由于观众们对佛教维希学的认识程度 我可能都参记不齐 也可能有不少观众 就是开始认识佛法 对佛经的名词不太懂 所以我尽量的用浅白的文字去解释 也可能中间加一点英语 因为在座观众可能他的英语水平比中文高 所以讲一点英语可能更令到你能明白其中的意理 也可能里面也有观众 也有广东话的观众 所以我可能也加一点广东话在里面 我是广东人 我加一点广东话在里面 但你读佛经 读佛经的原文去了解佛法是有一点困难的 因为佛经都是古文 大概从晋朝开始 唐宋元明清 都是用古文去写的 他的文字比较会色难懂 但是学佛法 只要你有耐心 一面听 一面看 一面思维 在实践 依法去修行 一定会懂的 你的智慧一定一步一步的提升 现在全球的很多人都有精神病 全世界超过三亿人患有抑郁症 抑郁症是现代社会里面一个严重的健康问题 令人类多了痛苦的深渊 世界上每年 每五个成年人之中 就有一个患有精神病 大约是全球人口的20% 但是在美国 每天大约有123个美国人自杀而死 就是说在美国每12分钟就有一个人自杀身亡 由此推论了其他国家 也可能有同样的问题 精神病是怎么产生的呢 大多数是由自己种种烦恼 孽静生起的 一切众生都生活在涅进烦恼里面 《妙华年华经》讲了一句话 三界无安 全世界是充满了痛苦烦恼的 众生生活在现在的世界上 要认识种种痛苦烦恼的因果关系 这不是消极 当你了解痛苦烦恼的原因 它的因果关系的时候 你就有力量去积极地面对人生 活出更幸福 更有意义的安乐的人生 《妙华莲花经》讲 三界无暗由于火宅 这个世界是充满痛苦的 但是不一定有人知道这个世界充满痛苦 也可能是他从出生以来到现在 可能你二十几岁三十岁 你从来都是活在安乐的世界里面 没有开始体验感受到痛苦 但是世界是痛苦 我们先了解我们要知道痛苦 只要你知道痛苦烦恼的原因 为什么有痛苦烦恼 那你就容易修行 你完全不知道痛苦 你认为是sensory pleasure 就是你感官的快乐就是快乐 那你就很难修行 你要知道这个世界就是重苦充满的 三界无安不安乐的 这个世界是imperfect 不是一个理想的世界 这个世界有很多孽境 困境 也有烦恼 烦恼是在内心的 每个众生的内心的烦恼 困境是在外境 内外都有问题 什么是孽境呢 不顺利的环境 在家庭 个人 自然界 或者是社会的环境里面 无论是维持生存 还是成就 悉悦 学业都感到种种的困难 这样的环境 这是裂境 举一个例子 自然界有很多孽境 地震 凯消 风灾 水灾 旱灾 婚疫 好像COVID 就是自然界的一种孽境 困境 社会的孽境 经济萧条 政治不安 战争的避害 负面的种种的传媒的新闻 等等等等 这个就是社会的孽境 家庭个人也有孽境的 我们广东人说 液境 孽境 是液境 unfavorable situations 家庭个人的孽境有什么 离婚 失恋 失业 生业失败 爱人离世 长期病患 负债 沉迷在 癖好里面 吸毒 邪淫 家庭的压力 学业的压力 工作的压力 等等 这个就是个人 家庭的孽境 这个是外的 心里面呢 心里面呢 心里面的烦恼 人生有罢苦 生老病死 这罢苦 没有一个人可以 信免的 不可以避免的 人生的罢苦 生老病死 爱别离苦 求不得苦 愿争会苦 五愿去胜苦 这个如果是大家 常常读佛经的 知道 人生罢苦 每一个人都有 凡人都有 自己的业力 所带来的 种种的痛苦 烦恼 还有负面的情绪 带来种种 不良的影响 这个通称为烦恼 其中包括很多 无量的烦恼 烦躁 抑郁 焦虑 不安 妒忌 期待 愤怒 还有悲哀 等等的烦恼 非常多 烦恼 导致人 做出种种的 错误的行为 成为种种的障碍 所以生生世世 我们众生 都流转在 六道轮回里面 这一生完 就流转到下一生 投胎到下一生 生生世世 永无止境 这个就是我们分析 三界无安 这个世界是不理想的 但是这个世界不理想 很多人说 这个是不是 佛教信佛的人的消极观感 也不是 世界是不理想 不perfect imperfect 这个是事实 但是我们就是知道 这个世界不理想 我们要积极的改善 积极的面对 积极的在这个世界 我们就要活出一个 有意义 安乐自在 自利利他的 一个生命的一个价值 我们讲烦恼 维思学是能够对峙烦恼 应用维思学 最practical 最现实的就是 怎么对峙自己的烦恼 那么烦恼 烦恼的根源 烦恼的根源是什么 从哪里开始的呢 We have to know the origin of our mental afflictions 烦恼的根源 如果是我们知道它的根源 我们了解它的因果关系 我们就容易对峙 所以烦恼是消极的 但是我们面对是积极的 所以信佛 应用维思学 就是积极的一种学习的态度 烦恼的根源 烦恼是由我们的业力所招感的 业力所招感的 业力从实践来讲 有过去式的业力 现在式的业力 现在式的业力 我们说是今生的烦恼 这个从佛教的名项来讲 就是分别的我执 执着了 分别我去分别 是非人我 是分别我执 这个是由现世种种环境 而产生的社会 政治经济 家庭的背景 学问 习惯 性格等等 导致我们今生的烦恼 这个是分别的我执 每一个人的家庭 背景 他的生活的态度 他的性格都不一样的 所以种种的烦恼 就是由种种不同的性格而产生的 这个是现在式的烦恼 业力所招感的烦恼 也有过去式的 佛法的维系学 跟现代的心理学 很多相同点 其中一个不同的 不同点就是 维系学 不单是讲现世 也讲过去式的 这个跟现代心理学 有一点不同 心理学不讲前生前世 他们讲的是今生今世 但是维系学讲前生 不是前一生 前二生三生 乃至千百万一生以前 这个原因 过去式的烦恼 是屈生烦恼 又名屈生的我执 就是你 你投生到这个世界 就把这个业力带来 因为你有这个业力 就带来这个烦恼 烦恼不是全部 都是由皆生引起的 也有前生前世 所引起的烦恼 对于我们前生前世 所带来的业力 我们改不了 因为这个业力 已经产生了 前生的 以前的东西 以前的事 人事物 我们没有能力去改 但是我们可以改现在 前生是消极的 不可以改 我们不可以 推到前生去改 我们可以改现在 改现生 所以我们有积极的 改善现在的这一生 我们刚才讲 业力 烦恼是有根源 在于业力所招感 有很多居士们 他们都讲 尤其是对佛法 开始认识 不深入的居士 有不少居士 也可能是这个情况 但我们要知道 什么是业 这个是很基本的问题 那么我们就讲一讲 什么是业力 业 梵语 梵语是印度 印度的古文 梵语 因为所有佛经 大多数是从梵语 翻译出来的 业 那个梵语是karma 也有人说是karmic energy 业力 这个力量是一种energy karmic energy 如果是我们把karma的意义 翻译成中文 造作 包括个人的行为 社会的活动 世人界的运作 造作 all activities 造作 众生有三页 众生 当我们讲众生 就是你跟我 所有一切六道的众生 动物也是 众生在梵 佛在觉悟 梵就是众生 觉悟就成佛 我们是在梵的众生 众生有三种业力 常常做这三种业力 这三种业力 也有前世带来的三种业力 也有现在做的三种业力 如果你还没有觉悟 你将来还做 无量的善恶的业力 有无量的果报 跟在后头 众生有三业 这个我们都要知道的 身 口 意 三业 身 行为 身 body body performs action 身是代表你一切所做过的事情 你的行为 善的行为 恶的行为 不善不恶的行为 乃至一切 无量那么多行为 身 行为 口 言语 就是言语的意思 speech 意 思想 all your thoughts 众生有三种业 我们常常做业 我们说我们常常做业 每一个thought都有energy的 每一个thought都有力量的 都有业力的 业的力量很强 善的业带动你 得到了善果 安乐的果 快乐的果 恶的业呢 带给你恶果 不快乐的 糟糕的果 由身口意所做的业力 无论是善的恶的 不善不恶的 都能产生一种力量 carmic energy 驱使我们新的行为造作 新的行为又会产生新的力量 如是辗转相生 互回缘起 形成了强大无比的 什么呢 业力推动轮 我们天天就是这样 业力不但是个人 也有社会的活动 也是自然界的活动 一切的activity 一切的活动 都是一种业力的推动 所以我们千万要留意自己的 身口意善业 如果是你身口意善业 不断地做恶的事情 就有恶报 所以佛们常常说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若然不报 食尘未到 现在我们讲的问题 就是有一点 我们充充复复地讲这个问题 烦恼是怎么升起的 因为我们应用维持学 就是怎么降服我们的烦恼 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 烦恼多 我们用什么方法 佛法的维持学 怎么去叫我们去 指 降服我们的烦恼 提起我们的智慧 带动我们 迈向安乐自在的人生 烦恼是怎么升起的呢 烦恼是来自自己的信念 烦恼的产生 不是来自引发烦恼 是已经的本身 而是来自自己的心 攀缘 好像猴子一样 攀缘 从一只攀到另外一只 不断地攀缘 攀缘执着了烦恼的境界 不能放下 我们放不下不断地执着的外境 有人讲话 我不喜欢 我就称灰 我不开心 我执着了他的话 我的心就产生了情绪 所以我是执着了外境 这个话是本身是没有毒的 但是当我的心执着了它 越想越气就产生毒了 外境没有毒 毒是发起自己的内心 所以如果是我们对境无心 我们佛法常常讲 对境无心 很多修禅的人就是说 什么是禅呢 对境无心 我对那个境界 我不执着了它 我能放下 我不跟着它的烦恼走 这个就是禅的 初步的禅的 修的方法 我们对境无心 常常训练自己的思维 当烦恼念头一起的时候 马上把它放下 不要执着了它 然后提起正念 提升自己的智慧 安于正念之中 自然烦恼 就能淡化消息 由此可见 转化烦恼 一定要从什么开始 从修心开始 不是修外境 如果是外境是不好的 我不可以尾灭了外境 你讲的话不好 我不是尾灭你 尾灭你的口 不行 我没有这个能力 我不是灭外境 我是修我自己的心 我不可以改变外境 但是我可以改变我自己的心 我可以管理 manage I can manage I cannot change the environment but I can change my mind I can change my consciousness 佛教里面有一句话 三界为心 万法为师 心跟实 有一点不同 如果是我们根据大乘启生论来讲 三界为心 就是清净缘起法的心 万法为实 这个实 实是妄心 情感这一方面的妄心 一切世界一切的事情 都是由妄心做出来的 我们透过心才能认知外物 这个心对境的时候 能产生什么 我们这个心对境 能够产生觉知 了别 分析 综合等等的作用 心为一切善恶 乐的根本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认识 净化 安住自己的心 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要认识自己的心 是佛门里面最重要的第一课 如果是你信佛 你念经拜佛等等 你不懂得修心 你就没有开始 信佛不是求佛 加给你 名 加给你 利 这个是信佛的滋末 最重要信佛 还是什么 修心 不是修别人的心 是修自己的心 当你能善于用心去生活 不但能够降服你的烦恼 还可以令你的怎么样 令你的学问 学业 失业更成功 家庭更幸福 达到了生命价值的高峰 如果是你能依佛法去修心 将来舍报以后 什么是舍报 我这个是报身 我这个身体死掉的时候 就是死掉的时候 这个身体 舍弃了这个身体的时候 每个人都要生老病死 每个人都要死掉 最后还是死亡的 当你舍报死亡以后 如果是你修学佛法 可能令到你能够脱离生死苦海 不再轮回着这个五浊恶事里面 达到了究竟圆满的觉悟 维系学就是讲心的问题 心的因果关系 心的种种法 令到你认识自己的心 当你真的认识自己的心 可以修心的时候 你就迈向圣道了 你就迈向圆满的觉悟了 所以修心 这是佛门的最重要的法门 那么我们讲修心 我们就开始认识自己的心 这个就是维系学 最重要的第一课 你自己的心 以前我在八十规矩中 宋里面就讲了 心是万法最重要的一个主题 你要明白的 自己的心是怎么运作的呢 维系学就是讲心的运作 众生为什么不能解脱生死烦恼呢 因为六根 炎耳必实生 sensory organs 炎耳必实生 烹原外境 炎耳必实生意 烹原外境 妄想执着 障毙了我们的真心 生起烦恼 因为烦恼作业 身口业三业 因作业受报应 学佛的人 要消除内心的烦恼 主要靠什么 如果是我们学佛 我们要消除我们内心的烦恼 主要靠什么 靠定跟慧 但是面对境界的时候 我们的定慧往往没有够力量 去消除内心的极度 我们的定慧不够 所以我们说 我们信佛的人 你必须要有戒律才行 你要学习怎么齐戒 所以我们说戒定慧三无漏学 我们一定有戒律才行的 关于这一点戒这一点 这一点往后的讲座里面 我会再提出来跟大家探讨 为什么戒律是非常重要 守戒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现在讲心是怎么运作的 我们每一个众生 包括动物也是六道的众生 三善道三恶道 人天阿斯罗三善道 地中恶鬼出生三恶道 六道里面的众生 那么六道的众生 我们人类 我们人类就是六道的众生之一 人有六根的 六根是什么呢 我们每一个人 除非你的根不传 不见传 也可能没有眼睛 眼根 也可能没有耳根 但是通常一个正常的人 有六根的 六根是眼 耳必实生意 the eyes the ears the nose the tongue the body and the mentality the mind 眼耳必实生 我们是六根 sensory organs 一定有的 现在我们就开始 开始怎么样了 你不懂 你不懂那个霸食 你不懂为食 你是很难 知道怎么修心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 你们必须要 很仔细地留意地听 什么是 你的心是怎么运作的 你这个要很小心的 一点一点地知道 我们有六根 眼耳必实生意 六根 当它对外境的时候 外境是什么 六尘 也可以说六尽 眼是对什么 眼是对色 耳朵对生 臂是对香 舌头对胃 身对处 义对法 就是色生相位处法 这是六尘 当六根对六尘 我们每天眼睛都看 外边的东西的 耳朵也听的 舌头长的 我们那个六根 不断地对色生相位处法 马上就产生 六识 六种心识 眼识 耳识 臂识 舍识 身识 意识 就是I consciousness 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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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识 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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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 耳朵 这个是六根对六尘 产生六种什么 六种 知觉 六种六识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往后我们还要讲一讲 什么是霸食 所以我们说 如果是我们要改变负面的情绪 必须先要改变自己的心念 乃至自己的习惯 我们的六根对六尘 外境 产生了六十 产生了六十以后 我们的作业就做出来了 推动我们 行为 身口一三叶 做出来 那是怎么推动呢 是怎么一回事呢 为什么我们这个信念可以推动我们呢 我们这样简单的讲 每一个信念你一定要注意 很多人不注意自己的信念 所以我们是胡思乱想 我们不知道 我们想了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我们想什么 所以佛经里面常常提醒我们 你要注意你的信念 不要在信念里面产生负面的信念 不要产生恶的信念 你的恶的信念带动你做恶事 所以你要留意你的信念 这个就是管理你自己的心 所以信念 信念就是thought 信念可以推动什么 推动你的行为 你的言语 行为就是你的behavior 言语就是你的speech 你有一个信念 我要想讲一句话 从信念推动你讲话 我要做一个事情 信念推动你做一个事情 所以信念产生行为跟言语 行为跟言语就产生什么 如果是你的行为跟言语 常常是这样repeated 常常这样做 每一次这样做 每一次这样做 每次常常这样做产生什么 产生你的习惯 your habits 你的习惯 常常是重复重复重复 这产生什么 产生你的性格 your personality 你的性格决定什么 决定你的命运 你成功 你失败 就是因为你的性格 所以你要改你的性格 性格可以改的 你改你的性格 就要改你的什么 改你的习惯 你改你的习惯 你就要改你的行为 跟你的言语 你改你的行为 跟你的言语 就要改你的心 所以这个就是重重因果的关系 维持学很清晰地带动你思想 为什么信念产生行为言语 行为言语 不动地重复 成为你的习惯 习惯不动地重复 行为你的性格 性格不断地重复 成为你的命运 这样告诉你的时候 你就可以改 所以你的命运 是可以改的 你不要说 我生出来 我的命运不好 命运是可以改的 只要你愿意 愿意怎么样 愿意从今天开始 修心 注意你的心 有很多居士们 常常告诉我 他们喜欢看相 酸命 我不知道我的前途怎么样 我喜欢看相 很多人花很多钱 去看相酸命的 在我们佛门里面 唐朝有一会高僧大德 他是一行禅师 唐朝的 唐朝的一行禅师 他是看相的专家 他怎么讲呢 他说 七齐之躯 不及 一齐之面 面 一面 七齐的面 不及 三寸之壁 三寸之壁 不及 一点之心 你听他的心 我们的前途了 他的心是善心 他就迈向善道 他这个心 推动他做事的 所以心的力量 非常强的 大家必须要 谨慎你的念头 你行住坐卧 都要注意 你的心是怎么想的 你的心 你的信念 Watch your thought 所以我们常常讲 活在当下 什么意思 当下什么意思 常常有禅师说 the here and the now the here and the now here and the now 就是当下 当下怎么样 当下就是 be mindful right now of your own thought 当下你就要知道 你的心的意思 注意你的心 你要注意你的心 不要把你的心 走歪了 走得邪道了 走得害人了 走得恶道了 都不行 你必须要提起 正念 是什么是正念呢 往后我们慢慢地 分析什么是正念 我们依佛法 西迦牟尼佛 所讲的佛法 告诉我们 三藏十二部经里面 所讲的 都是叫我们 怎么去改变我们的心 走上正念 提起正念 所以大家要留意你的心 注意你的习惯 不要让不好的念头 行回言语 不断地重复 重复 成为你的习惯 构成你的不好的性格 因为你的性格 确定你的命运 你要改你的命运 可以改的 命运可以改 你只要从今天开始 你要修心 我们说烦恼怎么升起呢 《唯摩解经》里面讲 何谓病本 病本的意思就是烦恼 未有庞缘 从有庞缘 这有病本 这个意思就是说 文书斯利普少问 唯摩解居士 什么是烦恼呢 为什么我们有烦恼呢 唯摩居士就讲了 因为我们庞缘 我们的六根 言而必失身意 执着的外境 师生上未出法 生起什么 生起执着了 生起执着的心 烦恼 烦恼就是好像猴子 烦恼就是同一只贪 这一只是贪 这一只是撑 这一只是妒忌 这一只是愤怒 每一个一只一只的 不断的跳舞 不断的烹缘 烹缘 何谓烹缘呢 烹缘就是心念 执着的外境 不放 不肯放下 执着的 你让我生气 我执着的生气 你对我不好 我永远仇恨你 我要得到了名利 所有我可能要 对你不利的 我债手不息 我要对你不利 不惯我事 但是我要名利 你就不断的 执着的外境 你执着的 为名为利 才色名十岁 世间的五欲 凡夫就是执着了 烹缘了 才色名十岁 众生为什么不能 歇脱生死烦恼呢 因为六根烹缘外境 六成 执着了张碧的真心 所以我们必须要 懂得去修心 整套维系学 都是告诉我们 怎么去修心 所以我们讲 应用维系学 就是从日常生活里面 怎么学习去修心 留意你的想念 是怎么想的 当你制造你的心念 是怎么想的 你可以带动你的心念 往什么 往成功之道路 迈向成功 不要带动你的心量 走向地狱 走向成功 走向觉悟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今天 我是第一讲 第一讲是 我大概是讲一点 世间法里面多 我尽量地用 现代心理学的名词 加进去 因为佛法里面的 尤其维系学里面的名词 很多很多 但是大家不要怕名词 这个名词 如果是你真的了解它 不难的 这个是不难明白的 但是你有意愿去学 当你懂得 维系学的思想 你就能够把维系学 应用到你平时 异常的生活里面 你的生活更有意义 你更能活出了 更有意义 更有价值的人生 我们第一课 大概都是讲道经理 我们第一二堂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认识多一点 我们八十 我们人而必须生意 穆罗阿拉耶有八个十 人的心不是那么简单的 人的心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所以西藏牟尼佛来自大菩萨们 他们在佛经维系学里面 维系学有六经十一论 里面的文迹千千万万 西藏牟尼佛跟大菩萨们讲 为实就是让我们知道 我们自己的心 佛经里面高僧达德 常常讲文讲 让人寄了心 大地无串土 如果是你修行的时候 你很了解自己的心 认识自己的心 也知道怎么是修心 你知道怎么是修心 那一点一点的修下去 你渐渐就了解 世界的道理 每一串的道理 你不认识的 大地无串土 就是没有一串 你不认识的东西 这个意思就是 因为是怎么样 三界为心万法为实 如果是你知道自己的心习 认识的习 你要知道自己的心跟自己的识 你知道自己的心识 很多事情你都知道了 你可以知道怎么去生活 你可以告诉别人怎么生活 这个就是自利利他 不但是利于自己 也利于一切众生 那么我们上一次 我们再继续地讲 维系学里面霸食是怎么一回事 还讲霸食里面 不但是有霸食是心黄 也解霸食里面的心锁法 凡是有心黄就有心锁 Whenever there is consciousness There must be mental functions 心锁 心黄跟心锁 我们要彻底地了解 今天讲道解里 下一期我们再会